从不到 品牌的智慧手机Firephone 正式向苹果和三星宣战 这款传闻已久的手机 最受瞩目的 莫过于它的3D影像功能 透过手机正面四角的 红外线镜头来追踪视线 影像就会随着不同角度而改变 呈现出立体效果 甚至在地图上的建筑物 也以3D呈现 它另一个亮点则是Firefly 辨识搜寻功能 Firefly 可以认识100亿产品 如果您看到手机的手机 您可以买这手机 也可以认识音乐 为您买一首歌 Firephone采用了4.7寸荧幕 配备1300万画素相机 而贝佐斯在发表会中特别强调 它是为Amazon Prime用户 打造的智慧手机 因此各项功能 也和自家平台提供的服务 高度整合 包含影音串流 购物云端储存空间等等 而亚马逊为了希克 更祭出了买手机 附赠一年Prime会员的优惠 售价方面 32G的机种 房约价值要约台币6000元 亚马逊经过长时间的研发 终于推出自由品牌的手机 18号在NASDAQ股价应声上涨了2.7% 以334.38美元作收 创下6月11号以来的新高 LA既然而发入市场